oz hello各位大家好 那延續我們上一次的課程呢 我們知道了喔 我可以自定義這個紙 圓形圖呢 可以秀出我想要的一個部分來做解釋 好那現在呢 我們上次定義的方法是什麼 定義的是例如說我要小於10的 那我能不能定義說 我只要某幾個區塊呢 這個就很常用了 在業務上面非常常用 我要解釋這個 某幾個地區的業務有沒有 例如說這整個台灣 好在整個台灣裡面呢 我只要單獨把 中部跟東部 以及南部拿出來解釋 但是這幾個地方呢 並不是 值都是低於10 那怎麼辦呢 好我們回過頭來 再來一樣我們在點選 這兩個圓形圖裡面的任何一個 好在這個 版面配置 格式化選取範圍 我們接著再來看的是 這個區分數列資料方式呢 我們改成什麼 下面還有幾種方式 一種是百分比 百分比也是 要定一個值出來 小於多少的一個值 所以這個可能我們 在使用上也沒有那麼便利 我如果真的想克制化 絕對是我就挑我想要的出來嘛 所以我們就選這個制定 好那這個制定怎麼用呢 有人一定會覺得很好奇啦 雖然上面有寫對不對 選取資料點 在繪圖區間移動 好那現在假設 這個區塊好這個區塊對不對 你看假設這個區塊 這個16呢是6月嘛 你點他 點了以後你就發現這邊出現了一點點變化對不對 你要把他現在在第二個區域對不對 第二個區域嘛16在第二個區域 你現在把它改成什麼第一個區域 然後發現他移過去了 也就是呢我想要誰在這個紙區域就在紙區域 有沒有 我看這個8不順眼 好我把它改到第一區域 我看這個4呢 特別不爽 我把它改到第一區域行不行 可以啊 這時候你是不是就完完全全依照你的 想法來做這張圖表 完成以後呢 你再按一個關閉 這時候圖表就按照你做的做完成了 完成以後呢 我們再來美化一下 圖最重要就是要美化 因為人都是視覺型動物 你用圖表來解釋 還不如用圖來解釋 有沒有 表不如圖 所以呢 在這裡 首先呢 第一個我們就把 資料數列 修改字型 顏色 好字型大小 好 太大跑出去了 好那接著呢 我們還可以做什麼事 我們還可以呢 針對這個 你一定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的老闆一定會跟你說 那我能不能在這個 上面也顯示出百分比出來 那這時候聰明的網友們就想到了 那我把 哇我就在旁邊今天算出一個百分比不就好了嗎 欸各位 不要用這個笨方法有沒有 笨方法不要再用了 不是這樣用的 怎麼做呢 在這上面有沒有 已經點選了資料標籤以後 接著呢 在這個 版面配置裡面 格式化 選取範圍 好這時候呢 標籤 這時候就出現的是什麼 標籤選項囉 在標籤選項裡面呢 點選 百分比 但是 點完以後你會發現一個 非常 惱人的一個問題出現了 20 豆號 7% 天啊這怎麼解釋啊 搞不好人家還以為是11.7%呢 所以呢 我們是不是要再做一點優化 例如說 這個用小豆號不是很好 所以呢 在下面有沒有 仔細看這邊有個分格符號 這個分格符號裡面呢 我們把它改一下 裡面有什麼 還有分號句號 你就是去這個小小句號可以嗎 更像點對不對 不可能嘛對不對 換行 欸是不是就 好像蠻不錯的喔 再往下還有空格 空格也不行啊 11空一格7 看起來也怪怪的 所以最好的呢應該是換行 這時候你用的換行呢是不是代表 上面是什麼 數值下面是百分比嗎 好完成以後呢 按一個關閉 接著呢我們再把 最後常常人家會做一件事 點選這個區塊 拖出來 有沒有 單獨點選這個區塊喔 滑鼠 拖出來一點點 有沒有發現他已經拖出來一點 再拖出來更多一點點 代表呢我要單獨解釋這個區塊 這個區塊呢 內容就在這裡 好今天的 圖表你是不是學會了呢 成為Excel的 圖表製作高手 你也可以喔 有這個問題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謝謝大家收看 我只會記得 我喜歡 教友 哎呀 我會來